努力努力再努力是张一新一直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但她呢也的确是这么做的 发专辑 参演影视剧 参加综艺节目 将自己变成不停旋转的陀螺 那做这么多年呢 在她看来依旧有许多未无实现的梦想 新一季的极限挑战已经开路 再次重聚的极限男人帮 感情依旧好的不要不要的 跟客人聚在一起 我说就是再玩再累也一定要聚餐 你知道吗 就是对我晚上那个吃饭那个环节太重要了 就是可以从以前聊到现在 从小时聊到大时 事无巨细的都可以聊 那还有一些更加细小的是关于 他们对我的教导 在哥哥们心心呵护下 小绵羊张一新在面对节目的种种游戏重重难关 早已是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第一季极限挑战 到第二季第三季到现在第四季 当然是有变化有成长 主要还是体现在就是在玩游戏的时候知道怎么玩了 多了个心眼去说这个事情多想一次多过一次脑 不一样了 从2015年开始 不知不觉间张一新和极限挑战已经陪着的观众走过了四年时光 和所有怀揣梦想的年轻人一样 张一新一直在努力着 有剧者施敬成 在前不久第25届东方风云榜音乐声点上 张一新更是连拿最受欢迎男歌手 最佳制作人 最佳专辑三个大奖 尽管现在的张一新不论是在音乐 亦或是在影视方面都取得佳绩 但努力努力再努力这句话依然是他对自己不变的承诺 我是个音乐人 如果不学习新的东西的话 我做的是流行音乐 就会被时代所淘汰 所以我一直在学习 文娱经历地上海独家采访不到